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一大早 王徐便早早起床了 我精神了 你对你们今天行动成功有信心吗 我对我自己很有信心 我想我一定会把摄影师楼上船的 原来在跟妈妈的闲聊中得知 爸妈结婚十八年了 却连一张结婚照都没拍过 而不拍婚纱照成了刘妈妈的一个心愿 今天三个孩子打算 回报对他们疼爱有家的妈妈一个惊喜 昨晚三个兄弟已经商议好今天的行动计划 我负责先的摄影师先提前上船 然后他一行他是负责跟那个 不是爸爸弄上船嘛 然后专门把那个妈妈跟哥哥弄上船 只是三个少年的精心策划 分工协作能一切胜利吗 他说我们本来我们就要拍照 他就不到了 现在来说是很好 我会惊讶 潘一航随意编造的无厘头理由 竟然成功地骗过了朴实的刘爸爸 看到在船上的王许 刘爸爸有些意外 爸 你差一往起为什么要在这里 我还没试试 爸 看后面 看后面 爸 爸 你知道今天要干什么了吗 不知道 你知道我们昨天去干什么了吗 我们昨天早上去砍了六百多斤香蕉 顶着烈日 三个少年 在闷热蚊虫聚集的香蕉林里 挥寒入狱 最终 用自己的辛苦 还取到了一百五十块钱 大概六百多斤香蕉 三个呀 才两百斤一个也不多 反正就是我们用自己的劳动 在一百五十块钱 然后下午我们就去找那种 婚纱店嘛 我想问一下这边是不是可以出婚纱了 一间两百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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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岛上拍了八年 婚纱照从来都没有低过三千块钱的 那里面现在有一个多少钱了 我去看香蕉 然后看了一下我是真的 一百五十块钱 个价格低了我 我听这边有爸妈 那我们分拨了一个人 我们家里 大概是一样 是在一个地方 拿到一拍照片 然后画在家里长长 做那些几年奥运 最大的一个事 被这几个成立小子的一片孝心 所感动的影楼老板 最终答应了他们 爸爸的反应 让王曲和潘一航傻了眼 在海上漂泊的刘爸爸 习惯了普世随意的生活 虽然刘妈妈曾多次提及不拍婚纱照 刘爸爸都拒绝了 这一次 两个成立儿子 能说动固执的刘爸爸吗 这边还在各种纠结 可这一边 朱汉默已经按照约定的时间 往船上出发了 潘一航和王曲 能搞定老爸给妈妈一个惊喜吗 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 架不住两个儿子的软磨硬泡 刘爸爸终于妥协了 就要真的不习惯了 哎呀不习惯 什么不习惯 你这个乱说句话 好 啊 不习惯 啊不记得你能变不变形 我变形 老爸真的 真的帅了 去你我 走啊老爸 走 谁拉上 来了 谁就第一帅 赶紧慢慢过来了 送给你的礼物 我们就要满足礼的任务 看着十八年来 第一次穿着如此隆重的刘爸爸 看到三个孩子 为自己贴心送上的惊喜 妈妈有点情难自尽呢 知道了 谢谢他三个孩子 反正他们说来的时候 就是 就把他们当了自己的孩子了 一起 一起的当自己的孩子 我真的很开心 那次老天爷给我三个孩子 我躺了三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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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躺了三个孩子 老爸 我躺了三个孩子 最后一个孩子 如果我躺了三个孩子 妈妈过来 不要撑了 不能撑了 上过来 发音了 老婆我爱你 下雨的热情 打动春天的阑散 阳光照耀美满的家庭 你一首情歌都会构起回忆 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听我说 手牵手一路到尽头 把你一生交给我 昨天你舍过出去 明天更多回避 听你一生交给我 听你一生交给我